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众党团就召开了记者会 表示台湾青年找不到工作赚不到钱 是造成青年奔向柬埔寨的原因 呼吁政府要积极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共同打击犯罪的协议 加强网路巡逻及反诈骗宣导 并带头解决就业问题 国人被诈骗到柬埔寨囚禁事件层出不穷 民众党团召开记者会 认为是因为台湾青年找不到工作赚不到钱 找得到工作的青年也好不到哪去 因为根据劳动部统计 25岁以下青年就业者超过半数月薪不到三万元 低薪和失业就是造成青年奔向柬埔寨的原因 为什么年轻人这么容易会被这个上当 那其实这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果实分配不均 这个相关的这个年轻人没有得到 这个好的一个工作机会 跟好的一个求职环境 所以这个对于产业的发展来讲 对国家的发展来 讲是一个不利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口号是什么 事不一没有 政府要检讨 什么叫事不一没有 根据主计处的统计7月份的失业率是3.78% 創8个月的新高 总共有44.8万的没有工作 其中20到24岁失业比例是最高 将近13% 15到19岁是9.6% 25到29岁是6.24% 所以这个都远远超过平均值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第一张这个手板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失业率的状况 那就算找得到工作 其实他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其实根据劳动部的统计 25岁以下青年的就业者 有一半的这个劳工月薪不到3万块 月薪不到3万块 20年前我刚住社会的时候 月薪就有3万块 你说现在年轻人 他晚出生了10年20年 他就要面临这么恶劣的一个环境 所以工作难找 现在让年轻人的意志消沉 对国家的未来没有希望 这个是现在目前台湾最大的问题 所以衍生了这个不结婚 不生小孩 低薪高房价少子化 这个都是罪恶的根源 所以我想四步一没有 就是在讲说现在年轻人 他有四个步 第一个 找不到工作 第二个赚不到钱 第三个存不了钱 第四个买不了房 最后变成没有是什么 没有未来 没有未来 就是现在四步一没有青年碰到最大的窘境 所以我们可以说说包含这个 政府机关 其实他带头来去直接开头也去创新低 尤其硕士现在最低的只给2万9 连3万都不到 造成年轻人低薪的元凶是谁 就是我们的这个 政府 我们看到过去政府带头使用能力派遣 这些都是换汤不换药的这种劳动 承产契约的模式 那尤其我们看到农委会最近直缺的公告 要求农业相关科系的硕士毕业 起薪只给2万9,640元 比起十多年前的这个 33k被民进党骂到臭头 现在反而降到更低 这样你还能够沾沾自行 说你的经济非常亮眼吗 再来我们讲到产业的问题 第二章 产业的问题就是说 在不孝的组织跟这个人事 借着青年失业的困境跟疫情的冲击 来去做设计投资 跟索困诈骗的陷阱 我们也调到警政署的统计资料 2021年投资诈骗的案件 近年度急速的成长 尤其在这个2020年到2021年 这个疫情最严重的一年间 案件数就成长了71% 这个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数字 台湾真的要变成诈骗岛吗 我想警政署的统计资料也显示 尤其现在目前受骗的这个比例来讲 其实年轻人是最高的 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0到17岁跟18到39岁 还有40到70岁 中间这条线就是我们18到39岁 所以反而是我们社会的这些中间分子 现在没有办法合理的分配到经济果实 那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 所以他们因为他们的需求上 所以他们最容易被受骗 也变成诈骗集团锁定的一个目标 台北市议员参选人杨宝珍则认为 政府常拿人均GDP上升大内宣 包装台湾经济发展良好 但年轻人根本无感 我们看到在这上个月的时候呢 主计总处他还公布了一个数据 说上半年的平均薪资来到6.2万元 那很多人就觉得6.2万 所以我是拉低平均那个人吗 就很多人就觉得怎么会是讲这样子的数据 然后包括呢他可能也有提到 像是在这个人均GDP的一个上升等等的 就是很多美化性的一个数据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 青年的失业率接接攀升 然后包括贫富差距呢 已经来到10年新高 这才是让很多年轻人相当有感的一件事情 那我自己其实有时候回想起来 我几年前其实那个时候刚毕业 那刚毕业的时候呢 当时非常流行所谓的海外的打工度假 我们去纽西兰我们去澳洲 很多人觉得我去果园采果子 或是我可能去餐厅打工 我当服务生 我可以很快速的 可能在那一年之内 我立刻的一桶金就赚回来 因为当时刚毕业的学生 其实说老实话新鲜人 根本不太敢在台湾想说 我立刻刚出社会 第一年我就可以赚第一桶金 其实非常的困难 所以很多人觉得 那我就先去海外打工度假 他也的确赚到第一桶金 然后回来之后呢 再去找其他的工作做衔接 但现在问题来了 澳洲跟纽西兰 通常可能大家会觉得 好像相对是一个 比较进步性的一个国家嘛 那所以去 好像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的政府 跟我们提到新南向政策 我们去东南亚 我们可能有些很多的台商 包括很多的台商 其实也都去东南亚设厂 那其实之前呢 也可能在刚开始起步的期间 其实也是面对了非常多 这个困难的地方 但问题是怎么会突然沦为 我在台湾的年轻人 我竟然可以相信 我去到东南亚 我去到柬埔寨 我可以赚的 比台湾的薪水还要来得高 我觉得这是蔡政府 他必须要去检讨 他要去重新思考 到底怎么会变成这样 难道这是所谓新南向政策 它真正的一个含义吗 我相信这不是嘛 这已经不是他原本的原意 那怎么会演变成现在 很多的人就相信说 我可以去柬埔寨 然后赚高薪 然后反而被骗 民众党团认为 政府应积极与东南亚各国 建立共同打击犯罪协议 加强网络巡逻落实165反诈骗宣导 也要由政府带头修正 各部会约聘雇 以及临时人力薪资标准 杜绝劳动承揽契约 雇佣支援人力 并针对国人失业问题 及辅导就业提出对策 多管旗下杜绝诈骗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喝酒不开车 已经成为民众朗朗上口的标语 但除了喝酒 服药民众的驾驶安全 也必须要重视 就有医生根据国外的文献 发现安眠药抗忧郁剂 与交通事故有明显的相关性 另外也有眼药水等药剂 可能会影响驾驶 期盼大众多关注 卫福部统计处从2020年国人死因统计 结果得知 事故伤害死亡人数较10年前升高1.5% 事故伤害死亡人数6,767人 是一项公共卫生议题 而民众大多知道喝酒不开车 却很少注意用药对开车的影响 北市卫生局与联合医院 就特别执行交通安全用药分级宣导计划 呼吁大众关注议题 根据110年的十大指引 事故安全就是占地七位 其中因为运出事故死亡的人数 就占了将近一半 可见交通安全非常重要 我们过去都知道酒精喝酒 可能会影响交通安全 所以我们一直在宣导说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这个大家都可以拉拉上口了 但是忽略了说 你即使一般的用药的话 你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道路的安全 那我们联合院 事实上很早就在这个社区 做这个交通安全的宣导 包括我们去张理事长这边 我们跟那个台北市医院士工会 我们常常在做这个用药安全的教育 所以也针对了我们一般的民众 让民众知道说 即使一般的用药 疾病上的用药 你可能也会影响到交通安全 因为我们过去的民众的观念认为说 可能是用毒 毒品的部分才会让他精神恍惚才会 那另外就是我们社区药局 这个很重要 社区药局我们知道说 在自治疫情帮忙非常的多 跟我们是觉得是非常接近的 是在守护我们的安全的 那社区药局呢 他要知道说这个用药安全 这个分析 跟民众讲说 你买什么药物的话 你可能要特别注意不要去开车 那你吃什么样药物 你可能就是完全不能驾驶 这是非常危险的 那我们今天也很多的这个东子教师 接下来会到社区做宣导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这个是药师 以前都是医师啊等等的在推广 这次是用药师主动来推广这个活动 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药物的使用 常常会造成你身体上的一些副作用 那大家都想到 刚刚副理长有讲到 是一些毒品 包括Cocaine 包括一些大麻等等 可能让人家会精神恍惚 那但是呢 另外呢 事实上有一个般的药物 包括安眠药 Metro-Niocene pen啊 或是一些抗焦虑的药 或是肌肉松弛剂 或是你油鼻水的时候使用的抗阻滋胺 等等都会甚至连眼药 都有可能会造成你 驾驶上面的不安全 所以我们就 药剂部他们就很专心很努力了 办了两场的这个 今年办了两场的这个 种子教师的教育 总共有六十位药师来参加 那这些药师对这个课程非常满意 百分之九十都对这个课程非常满意 那只有百分之十也是又满意 不是到非常满意 但是我想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那我们的药剂部也把这些药物做一个分级 那把这个分级就写在这边 就是这个三级的话就是危险的 那第二级就是应该要小心 非常小心的 那第一级的话就请小心 那零级的话就是没有风险 那能够民众能够知道说你使用的药物上面 哪些是要非常小心的 哪些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药剂部也希望把这些 能够各自到伊丽系统上面去 将来在药袋上面能够做注明 让民众能够知道你拿到的药物 在开车上面在驾驶上面 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我记得109年9月我刚上任的时候 我们就去拜访卫生局 那当时呢局长黄思杰局长非常赞成这样一个计划 那当时是由4.1的一个药师 蘇果米药师他跟我提议 因为他当时是我的国际事务主委 那他有看到就是我们在国际上 已经有开始在注意这件事情 那国际上的一些paper也都开始有在做这方面的一些研究 也开始有做一些分级 那我想这个对我们台北市市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所以呢我当时也是跟 楊淑瑜部主任跟蘇果米药师 以及我们当时的在李碧会副局长督导的石耀科 陳怡婷科长之下呢 我们就开始在讨论这件事情 那当然这些事情就 大家一定没有想到 在要做这个成果发表之前 我们其实在109年就已经开始在做了 那也感谢就是我们的包军备主任呢 把这件事情接手 因为中间的事情一波三折 那当然呢这两年也因为防疫的事情 不管是从口罩实名制 或者是后面的一些预防针的一些登记 或者是跟民众的宣导 一直到今年 当然更多的是快晒实名制的一个执行 然后呢甚至到目前为止 我们送药到宅都还在做 然后抗病毒药物的一个 巴斯洛比药物的一些审核的部分 我想这个在在都是我们药师 价值呈现的地方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很高兴呢 包军备主任呢 把这个后面的议题全部整个的流畅做出来 之外呢甚至我们已经培养出了所有的种子讲师 那我想这些种子讲师呢 未来希望呢 我们能够更扩散 也希望卫生局继续给我们支持 让我们的这些药师呢 在这里能够深入到社区里面 然后到每一个场域 那在3月8号的时候 我跟黄山山副市长这边 我没有谈到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 长照的日照中心 它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些 应该说课程 安排的课程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用安全带入进去 有哪些药物可能会影响驾驶呢 而有慢性病患者使用药物可能影响时 又该怎么办 典医也培训了60位药师 能到各场域宣导用药分级为民解惑 那在跟我们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也跟法务专业人员 也跟精神科心理师 我们都来做一个非常仔细 完整的一个专业的讨论 也就是说 我们不要污名化某些疾病 例如我们的失觉失调症 我们的癫痫的病人 其实他们都必须要用药物来治疗 而不是为了开车把药物引量 这样的一个概念是非常的重要 也因此在北势力联合以及卫生局的支持之下 我们台湾一定要来推行驾驶要安全的这个概念 2003年法国他FSAB在保健安全食品 人家已经推出 台湾在美、加、纽、澳、法 2006年开始分级之后 到现在我们已经快落后20年 这时候确实是我们应该要积极努力 把这样的概念导入到全台湾 因此明年也会有市市场的一个种子教育 包括医疗人员、民众还有法务人员 那这是我们钥匙应该做的一些指掌 也是我们对社会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责任 至于药品怎么分类 最后我们在台湾希望能够经由政府的力量 导入安全的分级 不管是在药袋的标示 不管是在榜单外合的标示 我们都希望能够积极跟上国际的一个角度 也希望政府单位、医疗单位还有法务单位 大力的支持我们一起来合作 因为我平常也是会去做一些校园的卫教 或是反毒的卫教宣导这些 那我觉得说我们对于民众啊 这个计划来说对他们最重要的就是 民众有一些药品 比方说像是安眠药 他们会知道说 的确我用了安眠药就不能开车 但是有一些药品他们可能会没有注意到 比方说像是一些眼用药 或是一些肌肉放松的药品等等 他们可能会没有这个意识到说 他会影响到可能他是晚上服用药品 但是会影响到他隔天早上开车 我觉得这是这个计划第一点好的地方 那再来还有一点就是说 比方说针对一些比较特殊的族群 他是职业驾驶 如果他职业驾驶有需要用到这些药品的话 我们总不能跟他说 那你吃药的时候就不要去工作 所以变成说我们要变相的告诉他说 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这些症状 你可能要有警觉说 可能此时此刻你是一个不适合开车的状态 可能要赶快去路边休息等等 并且也要告诫他说 你不能想我明天可能要跑一趟长途的车 所以我就把药通通都停了 避免我明天这个开车有问题 这样也不行 因为他可能本身既有的疾病 也会导致他在交通上出现一些事故等等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对于就是 来学习的药师们来说 我们可以有更多更多的知识来告诉民众 而不是只是一昧地告诉民众说 这个药吃了会爱困 所以你自己多注意不要开车喔 我们就可以更加详细说明 比方就是说 刚刚有一支提过的 我们现在药物有分级了 可能你现在服用的药物是哪一个等级 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或者是说 如果你有没有跟医生讲过说 你可能比如说你的工作就是职业驾驶 那你这个药品要不要再跟医生做一个商量 看来说是改变服药的时间 还是我们可能换一个不同的剂型等等 那我觉得这样诸多来说 不论是对于民众 还是对于药师来说 这都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件事 借着全国交通安全院 期盼能推广至全国驾驶用药安全的势能 培养五大能力 减少事故伤亡 有好的灌溉水质才能守护民众 使用农产品的安全 农委会农田水利署秉持着政府议题的精神 与环保署携手合作 运用新的监测技术 智慧水质感测器 在高雄 彰化 台中 桃园监测灌溉水质 两年来成果丰硕 为民众的食安把关 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陈副水质上台 画面现场是灌溉水质跨域合作成果发表会 农委会农田水利署特别与环保署跨域合作 在高雄 彰化 台中 桃园 透过智慧水质感测器监测灌溉水质 两年来成果丰硕 有效遏止不效业者对农业环境的危害 从109年12月开始我们就开始规划 在110年跟111年我们就陆续在本属的高雄 彰化 台中跟桃园 几个管理处的一个重点区域 共同来固设智慧的一个水质感测器 那希望借用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技术 我们来提升换盖水质监测的一个长度 防止很不法的一个发生来确保工业生产环境的一个安全 我们希望透过水质感测器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应用 同时我们也结合地方防保单位跟机查大队 还有本属各团领处大家通力的一个合作 我们成功的在110年在高雄 方山地区 我们查过电渡工厂 到烙油拖盘未经过处理的一个强栓的一个废损 有效的防止不效业者对农业生产环境的一个危害 那今年我们更扩大双边的一个合作 对台中的大突苗郡、三错原郡 还有我们彰化的一个新郡等几个重点的地区 我们加强长时间的一个监测灌盖水质 因应全球气候变迁 未来灌盖水质的一个保护 将面临更严峻的一个挑战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面对跟克服的 也期盼透过持续跟防保署 还有各相关防保单位的一个合作 农水署也表示随着科技进步 水质及时监测技术已经日益成熟 未来将扩大与环保署跨域合作 并且和地方政府的分境合集 共同攜手来确保灌盖用水品质 一起守护民众使用农产品的安全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HOME PLUS中佳宽屏在地影像赔利与针见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公布奖励的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佳新闻FD粉丝团 或扫描针见简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台北城市博览会8月27号 在花博珍宴馆展开为期16天的展览 带领民众认识台北城市永续发展 城市再生共荣社会智慧等特点 透过虚实整合影音声光与多元的互动效果 演绎台北的蜕变 接合机械手臂 台北城市样貌与优美舞蹈 台北城市博览会开幕以沉浸式剧场 引领民众感受台北的进步与变化 今年的城市博览会以六大主题 包含永续发展城市再生 打开台北共荣社会 创新创业智慧城市 呈现台北面临挑战 转型成长的成果 以及破坏未来愿景 台北是台湾的首都 有很多人在这里增长工作甚至梦想 台北也设施超过100年 它已经变成一个民主自由多元开放共荣的城市 台北历史悠久 但是火力旺盛 更重要的 台北的未来有无限的希望 与可能 The future is not 很多人在问 为什么要办这个城市博览会 这个城市还是要继续前进 因此需要集结更多的智慧与力量 需要更多的公司协力 所以我们把我们过去做的 呈现在这里 更重要的 我们提出了很多的倡议 不管是TOD EOD 環状线 我们要希望台北市民可以了解 在这个基础上 台北应该继续往哪里前进 我们希望台北市民来这里看过以后 了解我们的历史 现在 然后去增强 我们的市民朋友 对台北未来的认同感和关怀 这次的城市博览会分成六区 如果你要看台北的永续发展 你就来看U-bike 还有我们在工屋品质的改善 目前台北市的BM2.5跟花工差不多 是六多里面最低的 可是你不要忘记 台北是一个工商城市 要看共同社会的实践 那就去看社会出产 去看共同市邮局 去看我们的公园 要看城市的再生 那我们有东区门户计划 西区门户计划 市场改建 要看智慧城市 那就更要去看我们的大数据中 如何用图像化 视觉化 来补助市政的决策 那要看创新创业 就要看我们如何活用 私有财产 以财政来支援建设 要看创新创业 那更可以在这个展览当中 看到台北市如何把新创产业 当作产业的重点 如何去发展 总之 来到这里 你可以看到 打开台北 这座城市的光荣 是集合很多人的智慧 特別在历任市长 集合全体市民的努力 得来的成果 本来今天吴伯雄市长要来 在吴伯雄市长的年代 我们的台北车站开工 然后开始规划这个捷运 开始动工 黄大桌市长是一个知情力有强的人 而且他是一个圆圆层次的爱好者 所以有大一生的东西 也因为他的魄力 我们的基隆和捷腕取合 还有中华商场的裁券 陈队北市长 让台北车开始正式演练 而且他把 趋工手的未来 下降 让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重新塑造 马英九市长 他在我们十二个行政区 都建构了运动中心 带领我们台北市民的运动风潮 好龙斌市长引入了U-bike 那现在U-bike已经到2.0 这是我们城市的象征 也是可以拿到国际上去炫耀 还有1999 也是好龙斌市长带进来 种种都是我们台北市民的骄傲 也为台北的移居永续打下良好技术 再一次感谢大家对台北市的付出 我想这次的这个展览 是一个非常不容易 也非常大的一个展览 那我们所面对的是 二十一世纪 呃我们发现城市的价值 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那在整个全世界里面 都对于城市治理 这件事情 都有一个非常具有进步性 跟前瞻性的一个概念 都必须要面对于环境 面对于社会 让我们这个城市有机会 能够永续的持续向前 所以作为我们这次的展览 我们非常非常重视 希望能够借由台北市 来阶述我们这个城市治理里面的 以人为本 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 平权还有共荣 这个价值跟做法 我觉得这是这次测展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点我们也希望这次的城市展 能够让台北创造一个多元丰富 而且具有创新的进步城市 我们也更希望能够借由各种不同的 多领域的跨域的关系 作为一个叫做沟通 对话跟合作的机制 它不是一个单向的展览而已 而且我们来共同面对我们现在的气候变迁 还有很多现在极端气候 极端经济社会公平的各种不同的专业课题 所以我们这次的展展希望能够真正面对市民 来跟市民共同讨论一个真正属于宜居 智慧永续包括共荣的台北市的愿景 那刚刚市长有跟各位提到一个蛮重要的 是我们这次2022的台北城市博览会 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叫做The Future is Now 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展览 我想这个展览并不是一个市政的成果展 绝对不是 这个展览其实是一个对话的进行式 我们希望借这个展览能够让市民跟整个台北市的城市治理 有一个共同的对话 而且继续往前走 所以它绝对是一个进行式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由民间、由民众、由市民 来了解我们共同的台北市的价值 那正因为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进行式 我们在称为叫做台北The Future is Now 这个概念 我们希望借由这次的城市的展览 能够用各种不同的多元的角度 来重新面对我们这个城市所要面对的课题 包括刚刚市长特别提到的我们这六个展区 我们这次的六个展区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是从环境概念开始 我们再继续往城市的翻转 刚刚市长提到的TOD EOD 如何翻转整个城市 紧接着从文化来打开我们自己的台北市的所有的围墙 变成一个共同社会 再过来我们希望能够借由社会住宅 来腾到所有共同社会应该要有的生活 包括创业 包括我们的财务 最后一个蛮重要的是 我们希望能够这次借由 思绪的整合 让所谓的大数据中心 台北通 还包括很多的智慧城市的数据 带动我们的未来能够走向更好的城市角色的治理 那我想台北市是一个非常非常进步 而且持续发展的城市 我们希望能够建构一个叫做跨世代 跨文化 跨领域 甚至于跨环境的未来 那我们希望 这不仅是台北人 非常重要的希望 我也希望借由这次的沟通 能够建构台湾 我们自己的未来 展区有台北雨水光雕图 就像水资源版的清明上河图一样吸睛 还有大型地景模型 演绎城市的交通 门户计划等过程 还有族群友善全灵运动的议题 探讨城市温度和移居程度 小朋友也可以透过丢球了解城市政策 然后我们借由这种素质 跟还债之间的关系 来了解我们的资产国化 我们的财政的新的 聪明的经济学 这个聪明的经济学 现在这个区域 在资学市营业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了解 这个聪明的经济学 叫做打倒账户大魔王 现在这个还债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把这些所有的还债打掉之后 它就开始会积分 然后下面就有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叫做减债成果 那这个减债成果就是来拉起 我们真正的财务体质的大改革 我们从水水水庫开始 水水庫怎么做 然后呢是会处理水质管理 一直到我们如果处理水质 在控制它的整个下边之后的一个概念 然后开始做水族保持监控 那用这个非常简单的方式了解 台北市跟水水庫非常重要的关系 紧接着我们就会往下一起走 就会走到如何从上边坡一直下来 到礁区 如何用很多的调文池 自由池来留下所有的水源 直接从下面坡的底山 开始就进到城市里面 那城市里面更重要的是 我们如何在城市里面 藉由各种不同的水系统 来让我们的漏水的坡面 来让我们的公园成为一个条件 台北城市博览会缩小台北市的日常 用精致活泼的手法呈现台北城市的进步轨迹 参观者可以用30到60分钟 探索台北的新宇宙快与慢 市民的新生与生活样貌 城外也会结合农民市场 风味市集 艺文表演活动等 欢迎民众来感受城市风情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历时两年伊甸基金会活泉之家 再度推出精神病人的房间2 时间练习展览 超过140件原创作品 呈现精神疾病经验者 最真实的内在与对时间的感受 长期关注精神卫生议题的 立法委员王婉裕 范云也应邀出席 呼吁社会大众倾听多元的声音 创造更多的对话与理解的可能 历时两年伊甸基金会活泉之家 再度推出精神病人的房间2 时间练习展览 超过140件原创作品 呈现精神疾病经验者 最真实的内在与对时间的感受 展览主事觉迷宫创作者小岸 是活泉之家的会员 也特别出席记者会分享创作理念 好像每个人生都在 很多职务手上 很艰难的就是选择跟行走 但是我想分享的是说 不会因为你在这个路上 选择错了 走错了 你那个人生就毁了 我希望就是大家看他的作品 能够可以感受到说 其实很多事情不见得是 就是都有捷径 而是 而是就是他每一个经历都很重要 他每一个每一段 就是一绕的迷路其实都很重要 就是他都是你的真的资料 都是你的人 好 我们今天这个展览是 伊甸基金会活泉之家 我们针对于精神疾病患者 他们在社区附件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他们努力的成果 我们在我们这次的艺术创作里面 我们不要是以画作为主 我们期待借由画作的过程当中 让社会大众能够了解 跟支持跟认同 更重要的是 我们希望不要再对精神疾病的患者 有任何污名化的一个现象 因为他们毕竟跟我们一样 也是正常的人 那只是因为他们可能受了 疾病的影响或疾病的困扰 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过程当中 如何陪伴跟支持 我们的精神障碍疾病的朋友们 可以在社区里面安心安稳的生活 其实激烈基金会从原来 从早先的 对于我们讲的知情障碍者 包含我们的早期疗愈的孩子们 我们这十年当中 我们发现到了 社区有很多精神障碍朋友们 他没有被关心 没有被支持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藉由这个过程当中 唤醒大家重视跟关心 我们精神障碍朋友们 在整个社会上 他如何的平权 如何有能力跟自主的 在整个社会上独立的生活 也更希望大家能够关心 了解与认同跟陪同他们 他们其实不会伤人 他们要的只是一个社会的认同 跟自我价值的一个呈现 伊甸基金会副执行长何天元表示 在许多服务现场 常以社福观点来提供专业服务 而活泉之家则是试图以文化观点 与精神障碍会员们一同寻找生命出口 我觉得对我的影响 我就是大概我最喜欢写诗 就是有时候心情很不好 比如说某位好友过世 那我就一直哭泣 那家人就会就是鼓励我写诗 然后把诗写下来 我赞美这个朋友 然后我觉得那个 好像那个整个哀伤就剪了大半 我就是写诗来抒发自己的情绪 会让自己更加稳定 那写书法也是写书法 因为在专注在那个写书法的当下 心会特别的宁静沉淀下来 那画画就是一种会带来开心的感受 就当你就是由舞到有创作的过程 我很喜欢那种由舞到有的这种过程 比如说写一首歌 本来没有这个世界没有这首歌 但是我完成了这首歌 这世界上又多了一首歌 我很喜欢那个完成的那个感觉 当然有时候会有瓶颈 我也写小说 那有时候就要苦思那个情节 可是当那个小说完成后 我又觉得好棒 又完成一个小说 我们两年前是讲精神病人 我们讲的是在房间里面的感觉 可是我们这两年的之后 我们发现到说 他们除了在房间之外 他们还可以走出来 还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活动的参与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里面 我们的主题 我们的主轴就是 如何让他们内心里面的一个想法 能够真实不断地被呈现 而不是只是在房间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的主轴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的画作 跟之前在暗房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希望用更光明 更光亮 然后更富有一些的人文色彩 然后更能够让我们的服务对象 或我们的社会大众能够更参与更了解 走入他们的世界 了解到他们内心在享受 展览还设置疗愈间互动区域 提供创作者与观众相遇及聊天的空间 借此分享每一位创作者的生命经验 与创作历程 民众逛完展览后 也可以留下心得给予回馈 而长期关注精神卫生议题的 立法委员王婉玉 范云也应邀出席 呼吁社会大众倾听多元声音 创造更多对话与理解的可能性 而在社区支持 以及去不明化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相信伊甸这个是 里面的非常愿意起来协力 而是推动每一张大户的 大的进展力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很高兴今天能够受到 邀请来参加这张展览 同时在之前的第一个系列 其实在《安人》的榜间 在《安人》的展览的时候 其实我也有趣 那我像现在 不只是发自的这些 也会有这次的系列 其实蛮重要的就是 希望能够让大众 有机会能够进来 看看他们的生活是如何 以及这些女人们 他们透过话话 或者是过多文字 又或者是书名当中 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到 即便只是他们生命中的 一个部分而已 但是并不影响他们生命的全貌 同时也透过这样的了解 我们更有机会拉近彼此的距离 我相信如果大家能够进来 或是了解之后 就有可能彼此追踪 甚至是彼此理解 同时到有的时候 一起迈向更好的程度 我觉得这真的是展现了 文化平权 二方面能够让我们看到 精神疾力的经验者 他的生活世界 那其实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社会场合 但是我想还是回到 就是说 今天这个主题艺术 我觉得艺术就是一种 就是说透过 他的多元的每个形式 让我们看到生命中的感动 那我刚刚其实早一点来看了一部分 他非常的喜欢这句话 让我们的作者叫 魅雨依 刚才他说喜欢 发现两名字跟我一样都有一名 那这句话为什么会让我觉得 没有过敏 他让我看到有句话 问了一下这是什么 这是月亮 他说是星星 他说因为当我们在暗夜的时候 挑战生活中非常的辛苦的时候 就像非常的忧郁的深海色 那其实会看到有很多小的电视 就像星星一样照亮开人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让我们有共鸣 就是我们的人生中 我生活中有非常多的朋友 从小到大 其实也有很多精神疾病的一个经验者 都在我的生活中 它包含了我们自己的人生 我的重症中 会有非常忧郁的时候 那可是如果我们只看到 这个忧郁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其实只有在这么的深蓝色 这样的颜色的重痰中 你才会看到星星的存在 所以它让我们看到 另外一种 我觉得这个过敏 就是我非常的能够感受 精神病人的房间二 时间练习 共收入超过140件创作作品 即日起至9月11日 在国父纪念馆二楼展出 期盼社会大众卸下刻板眼光 透过展览 开启认识彼此的机会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HOME PLUS中家宽屏 在地影像赔力与针剑计划开始了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能力来拿 想请请假中家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张QR Code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旗团关心您 由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预估 新一波的新冠肺炎疫情将再度升温 冯光山极乐寺特地捐赠了1000个N95口罩 给在第一线维护治安和消防安全的警察及消防队员 协助他们做好防疫工作 在佛光山极乐寺庙章住持带领下 极乐寺一行人先到基隆市警察局 致赠1000个N95口罩 给负责维持社会治安和交通的警察人员 协助他们做好防疫工作 也受到警方的由衷感谢 这个疫情有在升温的情况 所以我们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 特别捐赠给我们基隆市的警察局 所有的警察同仁1000个N95口罩 希望他们在执行公务的时候都能够平安吉祥 因为他们的心情付出为民保安 所以非常辛苦 那我们也能够尽我们佛弟子的一个力量 那带给社会一个安定平安吉祥的因缘 警察局这边也特别感谢我们佛光山吉祥市 捐赠的这个N95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给我们外勤同仁一个 坚强而有力的一个保护 在这边特别感谢 感谢 随后吉祥市一行人再到基隆市消防局 同样捐赠1000个N95口罩 给火里来水里去的打火弟兄 协助消防队员做好自我防疫和防护 同样受到打火弟兄的感谢 一个发心的力量 那也捐赠了1000个N95口罩 给我们基隆市的消防局 希望所有这个英勇救人的消防人员 都能够在执行平安 那希望疫情也赶快平息 大家都能够消灾免难平安吉祥 我们感谢吉祥市对我们的照顾 那在我们救灾情愈 然后捐赠我们一些物资 让我们做我们的后盾 由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预估 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将再度升温 佛光山吉祥市特地各捐赠1000个N95口罩 协助警察和消防队员不用担心防疫物资 专心执勤让市民朋友可以安居乐业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你有吃过桂花香气的绿豆碰吗 基隆在地烘焙业者将八月桂花香的感动 推广出去将桂花融入绿豆碰内 另外寻求创新 业者在烤月饼的过程中加入奶香 让蛋黄酥吃起来绵密香浓 因为我很怕胖 所以我跟你讲不会太甜 然后味道很 蛋黄的味道很香 很香 跟传统蛋黄酥真的不同 绵密蛋香究竟秘诀在哪呢 在地烘焙业者也不常思答案在口盘上 今年的蛋黄酥的奶香味跟酥度 还有里面的那个红豆馅跟蛋黄都特别的改良过 今年的蛋黄也是比较软 然后呢今年的红豆馅变比较不甜 那你可以吃到更多的奶香味跟那个 蛋黄酥的那个皮 是香气是跟以前完全是一不一样 是加两倍的味道 还有包着俗成黑金的乌鱼籽 前年新创后就一直很受欢迎 今年整块乌鱼籽香气从月饼内飘出 刚出炉的新滋味令人难忘 很清爽的乌鱼籽 而且吃起来不会很油腻 然后乌鱼籽的味道很香很香 你可以吃到乌鱼籽的味道 然后可以怀念那个 咸咸又甜甜的豆沙味 在里面的融合的口感 还有顾客一进门就问 你好 请问和牛绿豆碰还有吗 我们和牛绿豆碰卖完的 虽然已经完销 但业者推荐的最新可味 农入桂花的绿豆碰 你知道绿豆碰在我们基隆 算是大家都会很喜欢的味道 然后绿豆碰在基隆 卖了非常多年了 所以我们在中秋节的前15天 都会做限量 就会出桂花版的 因为桂花跟绿豆沙加起来 其实还蛮搭的 有一种甜甜的香气 那桂花会放在你嘴巴里面 慢慢释放那个桂花的香味 特制的绿豆线 加入处理过后的桂花 搓揉成型后 印上桂花两字 才算大功告成 我喜欢绿豆泡 嗯 真的 赞啊 业者挖空心思 创新可味 还要推陈出新包装 呛工中秋节月饼市场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干机会保肝筛检活动 这次到基隆 针对30岁以上的民众 做免费肝病抽血筛检 还有150位幸运的早鸟民众 可以进行腹部超音波检查 今年抽了没 这个公益活动现场 有知名的主持人 侯昌明 并且邀请到艺人杨浩威 张玉杰公益现身 分享他们的护肝经验 并且感谢主办跟承办单位 推动这个公益健康活动 呼吁民众一起来顾肝 定期做筛检 早发现早治疗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跟我们的福人社 还有固立基隆医院 我们来天可来举办 今天肝炎肝癌的筛检活动 为什么要做这个活动呢 我们知道 大家都知道肝病是国病 台湾地区有250万人 是B型肝炎的代言者 但还有40万左右是C型肝炎 虽然这段时间 政府也大力的推动 有免费的治疗吸肝 但是我们发现 很多的病人 我们每一年去做筛检 还是发现很多的病人 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有B型肝 同时也在筛检中发现 有恶性肿瘤的情况 所以我们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一直在推动说 一方面来做筛检 找出目前民众 不知道自己有肝病的病人 一方面也进行大家注意 你每一年都应该要去做 尤其是我们去年开始推动 有关四岁以上今年超了没有 故障的运动 这个情况就无形中 就是提醒民众 这是国病 有这么多的民众 得到这样的肝病 现在肝病确实是可以 早期诊断跟治疗 希望大家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那我们知道肝脏 它有小问题的时候并不会呈现 而肝脏最敏感的检查仪器 就是腹部超音波 那有时候症状一显现 肝脏就变成了一个大问题 但是腹部超音波对于这个小病症 或是有小变化的时候 它特别的敏感 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 肝病防治基金会 部立基隆院 还有许许多多福人社的好朋友 然后爱心 爱心的捐赠这个服务 也希望这个活动 从这一次开始 那配合市政府 配合我们基隆分地区的福人社 来一起来照顾大家的健康 那希望说市民全部一起来 那为了我们的健康 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当然基隆地区 我们也是看到 我们十大死因肝病 也是在我们的第二位 那所以我还是要提醒 就是我们基隆地区的 所有合乎我们这次条件 比如说我们65岁以上的老人家 甚至是我们的一些母子的传染 这个都要再一次 我们要再提醒大家 那这次非常谢谢福龙社 那还有我们在地 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前辈 我们一起有这样一个共襄胜举 大家常说干是好的 人生就是彩色的 那今天我们福人社总监 陈汪泉陈总监 特地带着甘心会 来到我们基隆 那身为基隆福人社的社友 那当然第一时间 就要一起来共襄胜举 而身为基隆市市议会的副班长 副议长 也在这边要感谢我们福人社 对我们基隆地区所有居民的照顾 这一次的肝脏检查 主要是免费 那本来是一次要三千块 不过也是报名有限 所以未来希望说我们福人社也好 还是其他工艺团体也好 可以跟鼠基合作 跟我们基隆市合作 来帮我们基隆的民众 保护他们的健康 保护他们心肝的健康 这次的公益活动 感谢了许多单位 尤其是肝机会 国际福人社许多爱心志工 出钱出力 在现场进行各项服务 获得民众的感谢 他们希望提醒民众 定期抽血跟腹部超音波检查 及早发现 及早治疗 以达到根除台湾肝病的目的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 基隆北宁路 在台风天夜晚 发生了砍人命案 一名66岁男子 趁着倒垃圾时 持刀砍向黄姓邻居 导致邻居不幸身亡 而他砍人后 就跑到了必杀鱼港 躲在海水中一晚 直到清晨才被逮到 警方初步调查 疑似双方因为噪音的问题 结怨已久 全案一故意杀人罪嫌 移送法办 警方和安全员搜索一整夜 直到白天 一名男子躲在角落 被发现 泡在海水中 赶紧将他拉上岸 男子随后被送到医院 他就是前一晚 持刀砍死邻居的 许姓男子 他很喜欢胜望这边 他喜欢站这边 他在那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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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长得说 他的习惯是习惯站这边 他不喜欢站前面 事发在二号晚间八点多 北宁路民宅前 66岁的许姓凶贤 趁着到垃圾时间 突然持刀砍向 68岁的黄姓男子 男子当场倒在地上 警消货报将男子送医急救 但仍然回天乏术 本所于二日晚间货报 北宁路段住家 有持刀伤人案 查许贤因与邻居黄南 因平日居住噪音问题 心生嫌隙 便持立刃砍伤黄南 黄南经送医急救后 仍宣告不治 警方即刻组成专案小组 分头调阅沿线监视器画面追查 许贤逃逸用的车辆及凶器的下落 案发后 警方展开追查 发现凶贤开了车 逃到基隆必杀鱼港 再将车辆弃制 警方随后与安全员展开大规模搜索 一直到三号清晨 终于发现他躲在船板的角落 今早岸边守望的远警 全面加强搜寻 便在近岸边的船板下 发现许贤躲了一整晚 由海巡人员将许贤救上岸后 警方借户送完三军医院治疗观察 警巡后将依杀人罪 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 前半直到朝对方动手 但详细原因警方还要再厘清 全案依照复以杀人罪 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 记者黄绍鸣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学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a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a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 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 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 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 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 转费 转费 转费